主持人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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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我住在所謂的庙口 那個市中心 那這裡 以前就是一個海水浴場 那我走路都可以走到 他在走路大概十幾分鐘 那小時候很疲啊 就自己走來這邊游泳 這個建築物以前我就常看到 是日記時代的房子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用品 對小時候來講 我們這次的展覽重點就是說 130年過去了 地形地貌都看不出來的 看不到以前 但是我們房屋還聽到以前的真正的聲音 所以這個作品就是 他的發想就是用聲音 因為我們在回來看的時候 從Google從哪裡搜尋的時候 大沙灣 山沙灣都不見了 跟以前地圖根本就地形地貌都變了 但是聲音仿如還在 所以我們用潮水就是潮汐潮來 然後你看到石頭看到城牆 斷壁長門然後海水的沖刷 你就發覺意識就是這麼優優的 幾百多米 我們外界還有礦石收音機 它就是利用當時 19世紀末的時候就是 那時候的片爆 摩斯密碼就是那個時代的 那我們還原了那個時代的背景 還有就是這種相關的電性的美學 我覺得我有時候看到高壓電塔 它裡頭有一些陶瓷的礦石 那是絕緣用的 那我覺得那個材質本身有美感的 所以這一次我們把沙灘也帶進來投影的元素了 我們把榻榻米 榻榻米 榻榻米是一個很田野的風格 跟海灘那種自然的 然後這次我們就結合這些元素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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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